首先将私信通信线插入主板CM2处 随后来看口袋机灵主页 点击页面查看系统状态 外机状态 内机状态 接下来点击工程设置 寻找数据文件导出 点击允许设置当前正确的日期和时间 点击确认 开始导出数据 注数据文件目录名称显示的是当前的时间 不可更改 待文件保存进度为100% 可以保存文件数为1 即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